为什么房钱不栽石榴树? 今天小编分享一下关于石榴树的小知识,欢迎订阅、关注和分享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石榴树因其独特的形态和丰富的寓意一直备受人们喜爱。 然而,尽管石榴树有着如此多的优点,民间却流传着一种说法,房钱不栽石榴树。 这不禁让人好奇,为何房钱不宜种植石榴树呢? 首先,我们来探讨一下石榴树的病虫害问题。 石榴树虽然美丽,但其病虫害却相对较多,种植在房屋前面,如果不加以妥善管理,很容易就会引来各种虫椅。 这些虫椅不仅会对石榴树本身造成损害,还可能侵扰到家里的木材家具,食物甚至可能咬伤人。 因此,从房虫的角度来看,房钱不栽石榴树是有一定道理的。 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石榴树就不能种植在庭院中。 事实上,只要我们在种植过程中注意一些细节,就可以避免上树问题。 首先,我们要选择向阳的位置种植石榴树。 石榴树需要充足的阳光才能生长得茂盛,因此最好将其种植在庭院中间或者房屋外的南方和东南方。 其次,我们要保持石榴树与房屋门窗的一定距离,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虫椅进入室内,保护家人的安全和健康。 当然,除了房虫之外,我们还需要关注石榴树的寓意。 在中国文化中,石榴树被视为多子多福的象征,这是因为石榴的果实内含有大量的子粒,象征着子孙满堂,家族兴旺。 此外,石榴树的花和果实都是红色的,寓意着生活事业红红火火,充满希望和活力。 因此,石榴树在庭院中种植,不仅可以美化环境,还可以寄托人们的美好愿望。 然而,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,任何一种植物的种植都需要考虑其生长环境和条件。 石榴树虽然美丽寓意丰富,但并非所有环境都适合其生长。 在房前种植石榴树时,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房屋的结构、光照条件、土壤质量等因素,确保石榴树能够健康生长并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。 此外,我们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来选择适合的石榴树品种。 不同的品种对生长环境有不同的要求,选择适合的品种可以提高石榴树的成活率和生长质量。 同时,我们也要注意定期修剪和施肥等养护工作,使石榴树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。 综上所述,房前不栽石榴树的说法并非完全正确。 只要我们注意石榴树的种植位置和养护方法,就可以避免其带来的病虫害问题。 并充分发挥其美化环境和寓意丰富的优点。 因此,在庭院中种植石榴树时,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,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选择。 以上就是关于石榴树的小知识。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,可别忘了订阅、关注和点赞。 谢谢!